你 靠 不要拉我 什么事啊 宋女 不要我 他们要叫我犯规 张医生 不要拉我 张医生 你干吗 张医生 这么开心啊 去换家子 张医生 张医生 我在天台等你 不见不散 我买了你最爱的培根蛋虎丝 还有冰豆浆 五糖都 还是你想吃我的蘑菇面也可以 我买了你最爱的培根蛋虎丝 以后不要那样 哪样 是不要继续买早餐给你 还是不要在里道里面前那样跟你讲话 都不要 你很在意她 我现在在学校 所以不是因为她 我昨天看到她送你回家 我们一起回乡下的吗 不是 我们在车站遇到了 她刚好去旅行 我外婆留她下来吃饭 后来我消假上班 搭她顺风车 所以她还跟你吃饭 所以我跟你要你外婆的照片的时候 她就在旁边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没有骗你 可是你没有跟我讲 你又没有多问 这种事还需要问吗 我都是你男朋友了 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吗 你讲话 不是吗 是不是 你宿得比 blue 大墓 大墓 真的可以lijk 很 Oscar 你才是 specializedO ecc 你的嗨心 这个是桑辉在我的颜尔 你不认为他 张晓 张晓 阿珍 你连现在都顾不好了 凭什么给我未来 我会努力读书考上第一志愿 开学前 我会去澳洲打工存钱 然后开学之后 回来继续办公办赌 大学四年我可以存到一百万 然后我们就去结婚 你不用担心所有的生活费用 你只要做你想做的事情 其他部分让我来处理 我想一直陪着你 你不用认真就可以靠你妈考上大学 在你毕业之后我就会离开这里 你不需要为我存钱 我也不是要靠你包养 也不想要被你保在身边 我们就各走各的路 不要拖累对方 什么意思 你懂我的意思 是因为李大伟吗 我问你是因为李大伟吗 你讲话那天她陪你跟你外婆吃饭的时候 你们真的是要吃饭而已吗 你们真的是要吃饭吗 你说话 你知道跟我同年龄的女生在干什么吗 结婚生小孩 就算没有结婚生小孩 也在准备结婚生小孩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这边跟你干吗 等你大学毕业之后我都几岁了 女人有几个四年可以等 那我们现在就去结婚 反正我满十八岁了 我不用问任何人 我们现在就去结婚 你 你开什么玩笑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我们分手 分手 你不是说我们只一起睡过吗 老师 你根本没有承认我们在一起过 你只是把我当婉居而已 在你眼里 我到底算什么 你真的爱过我吗 有什么事情 你直接在这里说就好了 餐厅我都已经订好 我等一下还有事 如果你们有要说的话 录影终止 录影终止 你昨天想要问我先生什么 你现在都可以直接问我 怎么 连直接开口问我的勇气都没有啊 你问我先生那些有的没的 你问我先生那些有的没的 其实你就是想要确定我什么时候怀孕的 对吗 我爸过世之前 你已经怀孕了 是 那那个孩子 你没有猜错 那个孩子是易祥 他是你同父一母的弟弟 但是他在这家里 是 会有跟打工的 就一直流行 在这家里 如果在这家里 还有等待 他们没关键 的人 大哥 你会找到自己的 我的脚 你多说 我自己会取标的 在这家里 你怎么可以肯定 你跟我爸还有张校长 交往的时间是重叠的 你怎么肯定孩子是我爸的 你要做亲子鉴定吗 我是女人 不用鉴定 我就知道事实是什么 其实你也早就知道答案了,不是吗 你只是想要我 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而已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我一直都在警告你 我叫你离他远一点 我以为那是因为你 因为 因为你是老师的女儿 因为我讨厌你 因为我怕你曝光我的秘密 所以才一直想要把你弄走 你就是一直这样看我的 不是吗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会相信我吗 你一心一意想要抓住把柄报复我 告诉你真相 让你去告诉我先生 告诉一翔 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你为了报复我 会做到这种地步 你整颗心 已经被报复蒙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